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ly巴拿的Talk 今天加拿大就是這個Victoria Day 換轉平時 通常假期就會出外 有不少戶外的活動 或者是shopping mall開放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緣故 很多地方都關門了 這些public holiday 就連一個weekend都不如 有很多人仍然像我那樣挖在家裏 外面有少少毛毛的小雨 不算大的 中國人永遠都擔心會帶傘外出走 老外就不害怕 就算突然傾盤大雨淋就淋就淋 無所謂 都會繼續逛街街 尤其是安省局部來開放 公園就會開放 雖然停車場可能仍然封閉 有很多人會拍在街邊 那些小區的街道 只要你順著那條街 例如這樣直走 拍在同一個方向 而不是反過來拍 這樣就不會有人抄牌 鄰居也不會理你 走進這個公園也要注意安全 戴上一個雨鼻的口罩 如果太迫人的時候可以戴上 哪怕室外證實了感染的機會 比室內低很多 但都注意安全 因為屈了那麼久 很多人都會死出街 一群喪屍 要小心一點 吸收維他命D之餘 就不會被感染 或者感染其他人 今天就嘗試透過萬號酒店 Mariot第一季的業績 來分析一下酒店業的情況 和時間 前景是什麼 其實酒店業的衝擊 不只是在疫情才有 在疫情之前已經很厲害了 想像說20年前左右 我很幸福 我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 每次農曆新年的時候 都會帶我去幾天的旅遊 那時候旅遊通常是災團的 不用擔心 都會安排所有的行程 到了中學大學時代 和爸爸媽媽去旅行 通常都是拿著地圖 然後到處去自駕遊 每去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需要來住宿落腳 找回周邊熟悉品牌的一些名字 然後去逐間隔隔 隔完之後覺得哪間比較合理 合適的 當然也有房 然後就預約了他 順便直接入住 到了拍拖結婚 自己去旅行 我們又不太喜歡災團 等時間因為想在某一個地方 留久一點 尤其是災團你知道 很多時候趕鴨仔 每個地方打卡一兩個小時 就算不算 除非真是超級人生路不熟 我會加入一些一兩天的沙斯營團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自己蹲在一個地方 尤其是我自己的性格 喜歡悶一點去博物館 所謂的深度有 那些地方 你留一兩小時沒有鬼人 我通常起碼要半天 甚至一天的時間 沒有人會趕鴨仔的時候 自己安排所有行程 就會開心很多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安排行程的時候 你可以去一些網站 例如booking.com 甚至Airbnb這些 它裡面已經有一堆酒店 一堆住宅給你 來任君選擇 幫你隔一間 你自己選擇 不同的review都有賣 非常之方便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酒店 不可以釣高來賣 來剁掉那些 完全不理價錢的客戶 甚至乎現在連住宅 它可能住的時間 或者有間空房出來 就Airbnb了它 又要跟這些來競爭 所以酒店業 有很多的更新和革新 在當中 例如好像印度 有間酒店的連鎖店 非常之便宜 所有東西幾乎都是自助式的 然後它開了很多大型的酒店 即是 它曾經去年說過 要多開一千間 最後因為疫情就不成事 甚至乎現在 貧能破產 另外我那時候去荷蘭 那間Citizen M 的一間連鎖酒店 那間酒店是很低色的 很多東西都是自助的 但是是很風格的 亦都可以適應一些年輕人 那間酒店 在New York都有 我自己都錄過片 可以搜尋到 究竟它有多少 古靈精怪很特別的東西 除了改變形式之外 譬如Maryon 也都會透過 Loyalty Program 在雲雲 沒有太多分別的情況之下 嘗試 來擺出一個特別的東西 來鎖定客戶的方法 不僅是航空業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酒店業有這個 Points可以拿 就算日有 其實每間都一樣 它都會提供 這些Loyalty Program 另外一件事 就是透過改變 那個Capital Structure Maryon 為一個例子 它現在有九成以上的酒店 都是Fanchise 出去 以至到它自己 不需要真的浪費錢 去買一棟酒店 或者建一棟酒店回來 自己負責了一個US的Risk 反而和一些發展商 來合作它屬於那棟建築 而Maryon 純粹只賺過Management Fee 所以 通常你會看到 它的盈利分開三棟 一個就是Management Fee 第二個就是Fanchise Fee Depends on 那間酒店的模式 是什麼 然後 假如銷售 做到超過某個數 就會有一個Incentive Management Fee 分開三棟 它的報告有一點特別 因為 所有Management Fee 是Under Marriott 有很多Expense 都是Under Marriott 廣告各方面 都可能是Maryon 來幫它公開 這些費用 它就會收回Fanchise 那些人的錢 但同一時間 都是同樣是它的開支 所以 Fanchise Fee 會增加了一個 Reimbursement Revenue 同一時間 在它的Expense 有一個Reimbursement 通常會 Offset 當你要真正計算 它的收入 最好 將這兩條數 成功 它本身的Fanchise Fee 已經幫你做了 這個 Non-Gap 的Adjustment 變成它有兩套 的Statement 給你看到 比較清晰 這個需要注意 否則 你真正嘗試 去做一些 Fundamental Analysis 或者Financial Analysis 可能會 因為 Gap 的一些奇怪怪 就會 失敗了你 雖然 大家都不在乎 Anyway 在疫情的初期 由於 萬豪 是一間 國際經營的酒店 之前 也有 SARS的經驗 雖然 這個疫情 比SARS 強一百倍 但是 至少 它有 這個經驗 而且 很多 萬豪的管理層 其實 都是 曾經 在香港 去實習 或者 做過高管 接著 去美國總公司 或者 分發 去不同的 一些國家 做Ahead 值得 香港人來 驕傲 因為 這是一個 華陽共處 中西並存 文化交流 的大都會 所以 萬豪選擇了這個地方 就是 幫助人 來 提升 戰鬥力 他 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幾個 方法 或者 一個 contingency plan 我也覺得 挺欣賞的 第一件事就是 他會嘗試 去 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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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 不應該使用的 或者 所有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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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不應該剪輯 他 當 工作人員 例如 他 譬如 在美加 就好一點 政府有 提供這個 程式補貼 如果 不是 他都會有 內部指引 各方面 人數 去到某一個程度 的時候 你 就應該有 多少個 staff 或者 那個 occupancy rate 跌到某一個 數 不如 你 算位數 變相 控制了 成本 效益 數字 即使是 虧 但至少 不會虧太多 另外 在價錢管理上 都是聰明的 在這個疫情當中 少了很多人 來 住酒店 但 還有哪些人 會喜歡 住酒店 如果是那些人 就算價錢貴一貴 你都會租 但 另一方面 就算價錢便宜 你不敢租就不租 所以 他不會在這個疫情當中 有一個特別的減價 其實 航空公司都類似 現在的機票是貴了的 以至於 他 一來 他不需要 在疫情熱速之後 再加價 變相來說 很多人就會覺得 沒那麼開心 第二 他現在 也不需要 搞貼自己 反正 你租就租 不租就不租 那 他第一季的業績 就跌了八成 跌了八成 由大約500Million 一季 跌到剩下100Million 但是 要知道 第一季的 occupancy rate 主要來說 就是在中國 中國 跌了六成多 但是 如果 只是計 二三月 即是 疫情最高峰的期間 實際上 跌了八成多 其他地方 除了中國之外 只是 跌兩三成 只計一二月 其實是正在升 如果這樣計算的時候 即是說 在第二季 就會更差 甚至乎 會有一個 負數出現 不過 正面的 效應 就是 在中國 即使三月 是回升到 大約兩成 到四月 已經回升到 超過三成 occupancy rate 其他國家 會不會因為這樣 去仿效 哪怕第二季 是大塌 但是 到第三季 可以有少少的 pick up 暫時 都言之上早 但是 仍然都可以 有待觀望 也都 希望是這樣 發生 怎麼計都好 可能都要兩三年 時間 才能夠完全 恢復 不過 它會 好過 航空業 航空業 因為很多時候 少了很多 國際的 一些旅遊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 一些旅行 就會受到打擊 但是 旅客 是不是因此 每個人都會 屈在家 不是 之前也有分享過 有跡象 是說 有很多人 轉移為了本地的旅遊 其實也有幾搞笑的 飛機 其實不是最危險的病毒傳播媒介 反而是平常在公共交通工具裡最容易感染 但是 你去到某一個地方 譬如你回到香港的時候 又要被迫隔離14天的時候 你都用了你的旅遊 這些政策 都會阻嚇了很多國際的旅遊 但是 這個本地的旅遊 哪怕 你譬如在這個水牛城 你要去這個 這個 瀑布旅遊 那就不行了 但是 你去紐約 本地的旅遊 是很厲害的地方 你又可以 所以這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 本地旅遊 是真的 還有得做的 尤其是 一些比較平價的 所謂 Selected Service 的一些酒店 Mariot Selected Service 大約是 真的佔了房間的45%左右 這些他都會 嘗試在 未來的重點地去 焗 以至於 這一堆酒店 可以有回復 除了Mariot之外 有另一間酒店 叫做 Wilcom 那間 100% 都是做Selected Service 不是做Full Service的酒店 說些名字 你會知道的 譬如是Travel Launch Super 8 這間 就是Under這個 Brand Name 你看到 股價也能反映到 那間公司 跌幅最低的時候 跌了大約40% 但是 現在幾乎 回復了一半 只是跌20%左右 如果你比較 在Mariot的話 最高峰跌了六成 現在大約是 $800 那就升了10% 但是 還有40% 才回到家鄉 另外一件事 跟航空業類似 究竟 Mariot 會不會有 Cashflow 問題 在當中 第一季 業績分享 大約每個月 就算是零occupancy rate 都可能要花150個Million 一個月 不過 他就有超過4個Million 的Cash 加上 他就借多了1.6個Million 債 大約5.75% 所以 絕對有足夠的資金 去燒多年幾兩年 至少 如果我認為 如果他跌到 7.5% 7.7% 這個水位 都可能 值得入 但是 我們在一個 時間歪式 可能 看他第二季 究竟 死到幾職 或者 他出第二季 業績 的時候 再觀察多一輪 才值得 去考慮 畢竟 我會覺得 航空業 可能會完全 扭轉 但是 你 酒店業 來說 可能 隨著一個 相對的 太陽流強 再加上 人少了 國際旅行 旅行 都會有 一個 完全 康復的 一個 機會 和時間 而 Mariot的 經驗 和 不同的 酒店 的 模式 的 平衡 就會好 過 其他 regional 酒店 很多 當然 在短期內 不夠 平價 的 專門經營 Selected Service 酒店 去抽 但股價 又相對 偏高 而 還有其他 股票 可能吸引過 所以 短期內 至少 到 6月 都未必值得 持有 我自己 就沒有持有 Mariot的股票 Anyway 希望 這個分享 能夠幫到你 歡迎你 Subscribe 或者Share 都 都 都 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